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随着俄罗斯切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天回应称 普京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敲诈 欧盟的成员国代表也在随后召开了紧急会议 商讨能源供应问题 一些成员国已经承诺会议向波兰和保加利亚 提供天然气资源 冯德莱恩也在随后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俄罗斯在欧洲的化石燃料时代将会结束 欧洲在能源问题上正在向前发展 根据委员会的数据 欧盟有45%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进口 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依赖的占比 都超过了55% 对欧盟来说快速寻找替代品 将会是接下来的重点问题 南加州大都会水区委员会宣布 目前加州正在面临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要求其供应的城市和水务机构 从6月1日开始实施强制性的省水政策 约600万人将户外用水减少到每周一天 否则就将面临巨额罚款 大都会水区使用科罗拉多河向26个公共供水机构提供资源 其覆盖的人口超过了1900万人 占该州总人口的40% 科学家认为化石燃料所引起的气候变化 正在给加州带来更炎热的高温 根据统计2020年到2021年的夏季 加州的干旱程度创下了过去1200年期间的最高纪录 就降雪和降雨而言今年1月2月和3月是历史上最干燥的三个月 加州目前的住宅室内用水标准是每人每天55加轮 从2025年开始将降至每人每天47加轮 从2030年将会变为42加轮 密西西比州墨西哥湾沿岸的一家酒店今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 一名疑似枪手的嫌犯在逃亡后出现在附近的加油站 当地的警察局局长亚当·库博说 嫌疑人参与了一起武装截车事件 并将自己锁在加油站内 截车还导致了一位民众受伤 随后嫌疑人要求与警方进行谈判 一个小时后警察向加油站发射催泪瓦斯并强行闯入 但他们发现嫌疑人已经死亡 警方尚未公布嫌疑人的身份和死亡原因 包括受害者性命在内的更多细节也都尚未公布 库博说警方正在努力确认酒店的枪击案 与加油站劫车案是否相关 微软今天表示至少有6个与克里姆林宫有关的黑客组织 对乌克兰进行了近240次的网络攻击 微软副总裁汤姆伯特表示 俄罗斯对网络攻击的使用 似乎与其军事行动密切相关 有时甚至同步发生 伯特举例说俄军对基辅的电视塔进行袭击的同一天 大量的乌克兰受到了恶意的电子邮件 其中显示乌克兰的军队已经逃离基辅放弃了他们 白宫国土安全部和其他机构的官员正在与乌克兰密切合作 试图抵御俄罗斯的黑客攻击 并深入了解俄罗斯可能在以后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能力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